大家好,这里是在农村的快乐陈陈,我是陈陈 现在我们农村的土地可谓是一天比一天价值更高 所以说我们农村的这三个地段的土地可千万不要买 到底是哪三个地段啊,下面就听陈陈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都知道以前都是城市里面的房子多贵多好 然后特别不限于我们农村这些种地的 但其实随着经济越来越发展,我们农村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的 可谓是水涨蝉高 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农家乐旁边的土地,我们最好不要卖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农家乐通常是在一些旅游景点的旁边 像这样我们旁边的一些耕地其实是特别有发展前途的,特别有价值的 如果你把那些地给卖了以后这个地方发展成旅游景点 您的一块地可谓是涨值了不少 如果你在它之前没有涨值就卖掉了,这样可谓是亏损了特别多了 所以说如果您家的土地在一些旅游景点或者是农家乐旁边 您也可以就是做一点小生意 其实这样都是比较好的赚钱的方法 这样的土地我们就不要再卖了 第二个我们最好不要卖的就是交通线旁边的耕地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交通发展的是特别迅速的 有一些高架桥,高架路之类的,高速公路很多都要从农村的地里面穿过去 如果您家里正好位于这种交通干线旁边的耕地的话 那可千万不要卖 现在我们看着可能它没有扩路,没有扩到这片田地上来 但是以后很有可能就扩到这片田地上来了 如果一旦扩了路,那补偿款可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提前因为一点点小便宜把它给卖了 那么之后扩路的一些钱财可就跟你无关了 所以说交通线旁边的路我们最好就不要卖了 第三个我们不能卖的就是交通线旁边的住宅了 我们都知道以前农村盖房子啊,其实房屋的住址位置的话 其实是没有太大讲究的 有很多就把房屋盖在了交通线旁边 像这样的房屋我们当时住着还感觉不太好 很偏僻,一点钱都不值 其实现在会越来越值钱 只要是您家的房子在交通线旁边 你就可以做点小生意 卖点吃的,卖点水果什么的 以后会越来越发达的 而且一旦扩路落,您家的这个房产也会增值 您说是不是呢 所以说我们交通线旁边的住宅 我们最好也不要再卖了 刚才陈诚告诉大家 我们农村三个地方的地会增值 大家知道是哪三种了吗 像是这方面的土地我们可不要再卖了 可能现在卖了以后就会感觉自己特别亏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农村资讯 欢迎关注在农村的快乐城市